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2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投资的策略部主管 温杰 和谭海运 陪你一起开市 Kenny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留意着中东危机之下 美股回吐究竟对于港股影响有多少呢? 是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联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中东的战火升温 美股上日向下 伊朗向以色列纳发射大批导弹 地缘证局恶化 触发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资金流入美债等避险资产 美股星期二收压 导致低下67点后 跌幅曾经扩大到超过380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173点 收报42156点 跌幅是0.4% 标志跌0.9% 收报5708点 纳指跌幅超过1.5% 收报17910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升超过5% 纳资产股市是各别发展的 德国和法国股市都是向下的 地缘证局升温 油价向上的 纽约旗由一度升超过5% 看看焦点股份方面 Tesla是回吐1% 苹果是跌跌近3% 另外就是看芯片股方面 NVIDIA要跌近4%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各别发展 百度和美团都比本港上下收市高出超过1% 网易和阿里比本港收市低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高2% 富途的股价在急升超卦1成 拼多多收市升8% 一起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有再次向下 昨天向上之后 今早早段已经跌近600点 跌幅1.5%左右 38,064点 首义织合指数跌29点 跌幅超过1% 悉龄普通股指数和新西南50成分股指数 早段都要向下 跟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上周五香港的夜期跌500点 今早看到黑期早段上升 升超过200点 恒指向近21,0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队员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现在和Kenny谈谈美国问题 美股现在面对三个问题 刚才你也说到中东的地缘政局 最新是再次升温 以色列和伊朗现在又有一个比较薄火的情况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批导弹 声称超过八成是击中目标的 以色列全国就会响起防空警暴 美国白宫警告 伊朗如果直接袭击以色列的话 会有严重后果的 现在市场都观察着三方的取态 以及大家将来的行动 这是地缘政局 大家有预期之内 但又有一些突发的进击 第二就是美国的最新数据 其实是差过预期的 制造业的PMI多个月就已经低过50 9月份ISM制造业指数是47.2 超过预期 以及已经连续6个月低过50的胜衰分界线 这是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 显示制造业活动是持续收缩 再有一个消息就是 美国的码头工人有一个大罢工 美国码头工人爆发 就是50年来最大的罢工 牵涉到东岸14个主要港口 涉及四成的货物进口量 外电说到码头工人仰言是要 shut down美国的经济 在三大因素夹击之下 美股上天就向下 看到纳指跌幅较大 跌超过1% 但是看到金融指数就是逆市升5% 现在美股走势上 你未来怎样判断呢? 会不会出现一个资金流走 还是你对它后市的情况 都未是太悲观了 未是太悲观 但刚才提到三个因素都非常重要 我简单地说就是 所有东西解零还算是零人 你想一想为何美股这一轮会升 我觉得在于9月18日 美国的意识 第一 它一次过减了0.5% 你要减息 你觉得减息是好的 它基本上是满足所有人的愿望 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会觉得 减0.5代表你经济不行 即是有市 即是出问题了 但你要留意 它在今年经济增长里 只是由2.1下停到2.0 而它也说了 因为7月份 忘了减息 所以10月份 又没有意识会议 所以一次过9月减0.5% 未来也应该是0.25% 所以我告诉你 都是经济远象律 绝对不是一个危机模式 所以令到一些可能 担心经济的人 那个忧虑没有增加 你将两个加起来 咦 又减0.5% 又远象律 你说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股市就升了 但刚才所说的三个因素 其实就直接冲击这个 远象律的图画了 第一 如果你说中东危机 第一会避险 第二 一牵涉中东就是油价 油价上升为影响通胀 第二 经济数据 这是我看得最关键的 你说是软着陆 如果经济数据持续差的话 那不是经济软着陆 是硬着陆 或者是否经济不单止放缩 是衰退呢? 第三件事就是码头罢工 一样道理 如果罢工的话 你的运费会上升 你的货品会上升 都是影响着我们所说的通胀 或者经济 刚才提到的 揚言要射击美国经济 所以这三件事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 听了很多次 都是个别的经济数据 但其实这三件事是直接影响着 最近这个星期 为什么美股升的景地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着它 而我比较着重的是 你说中东危机发展到全面的危机 我想伊朗、以色列、美国都不想 你说罢工方面 我们就慢慢看着情况发展 但我想在大选前 无论是哪个代表人也好 都希望尽快解决这件事 好了 唯独是经济数据控制不了 如果真的差的话 美股在走势上会有压力 但是暂时来计 始终各方面还是OK 大家沉醉于减息和软着陆的话 美股在高位只不过是一个轻微的震荡 但我想近一两个月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其实买少了一些AI股 M7股 也是找回一些 经济放缩之下受惠的股份 例如我昨年也说 Costco、可乐这些 我们继续留意这类型的部署 但是如果你单单就着美股 留意着刚才那三个因素 但是不需要太悲观 不过你说盲目乐观 天天创新高的话 我想真的要小心一点 或者现实一点 去问这个问题 你现在未去到台币观 未去到会说 未来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现在就未需要清仓阶段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现在中港股市有一个 好像不错的上升 你会否建议大家 都减持部分的美股 去投入中港市场 有些 我又可能说早还是迟的 但是你要知道其实 我承认自己是迟的 我再说多一点 最近其实我自己也对于港股 是乐观了一点的 主要原因是源于前个星期四 和上个星期二 和上个星期五 发生什么事呢? 你说 你搬到门 但是因为我每天有节目 你看着每天的节目 你看到整个心路历程 我说得通 第一点就是 前个星期四 我们所说美国的意识 又减50点子 又远着陆 其实你还想怎样? 最好的情况是这样的 美股一定是新高的 第二 就是上个星期二 三大部位开会 降准 降款 按揭息率 全部都不要紧 但是 借钱给基金和券商炒股 我几乎所及历史上没做过 这就是借钱给你炒股 不是说国家队 买一点 支持股市 不是那样东西 是5000亿 5000亿 即是可以再5000亿 这件事是完全超出 我自己的预期的 所以 星期二那天 大星七百点 开始大家亢奋 是应该的 好了 去到星期五 其实这是大家最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出现了政治局会议 要留意 政治局会议是每个月都开 但是只有四七十二 是讲经济的 9月份是不讲经济的 结果9月份开会 又讲经济 又讲楼市 一个我想了很久的比例就是 联储局在两次开会之前 突然间开会 突然间减息 那个惊吓 那个威力是很大的 而且你要知道 政治局会议是共产党最高的体系 如果他在顶层设计 要这样做的话 必定在星期五之后的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一 会有很多招 发改委 地方政府会不断出支援 所以你可以预计就是 继星期二的一些 货币政策 减息 降准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一定是财政政策加码 所以 你就有一个预期 所以我觉得 大家是忽略了这三件事 如果这三件事 你之后 去到五千亿成交 去到港股 21,448点 你才会说 我能否入呢 我就怕短线 很大机会才会出现 霉肚 但是 好